取材日常生活 写身功夫人情 成就不朽的话语人生 何兆渠一生执着油画创作 是国内现代绘画大师 也是重要的客籍前辈艺术家 他出身贫困农村 有着永不低头 永不懈怠的乐观奋进精神 是客家应景精神的文化典范 对合照曲创作有深入研究的艺术家肖琼瑞认为 其作品以立体主义的物像解构和画面重构为创作主轴 从对土地的歌颂出发 足迹踏遍全球 用大批色彩丰富的创作 表达对生命欢愉的赞歌 纵观合照曲的创作历程 非单一线性的发展 而是反复循环 不断深化 持续扩张的发展模式 时而反复 时而简洁 时而多彩 时而单色 抽象与具象交错 以及时的情绪 感受作为创作的动力和衣归 恰如合照曲所说 我所追求的是心中意象的重现 我是在画画 不是在画景 不是眼睛看到的景象 而是心中刹那的感动和美的经验传递 把户外的肉眼解身 转移成室内的心眼创作 这些过程都是艺术创作淬炼的精华 他写声风土人情 歌颂土地之美 成就不朽的画艺人生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